朋友们好 外地人在北京漂泊叫北漂 外地人在上海漂泊叫湖漂 那在中国漂泊的外国人是不是叫中漂呢 今天我专门坐高铁去上海采访了几个朋友 他们也和我一样是在中国漂泊的外国人 那你接受自己吧 我叫自凯 来自委内瑞拉 在中国五年 大家好我叫Yura 我是俄罗斯人 在上海已经六年了 现在十一九升读设计学 我是Quina 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 是华裔 现在目前刚毕业于在上海的东华大学 对像有的 但可能不会在那么长的时间 这个问题很难问 我觉得不 我觉得我的话我不太想留在中国这么久 我觉得最多可能在可以在足一两年最多 以后我打算回去还是去别的国家 因为在中国发展 发展挺难的 特别是对外国人来说比较难 我是想待一个两三年这样子 然后看一个工作的情况 然后再决定是不是适合在这里发展下去 因为像我们这样的 就是在中国毕业的学生 六学生 也挺多的 再加上现在有很多中国学生 从国外回来 那他们对他们来说 找工作比较方便一些 就像我如果在我国家做一个老板 我会选我们自己的国家的人 对吧 因为又不用担心前瞻的问题 也不用担心很多的问题其实 语言上的 语言 前瞻 文化差异 对文化 主要是文化差异 OK之前我在找工作 比如说公司说OK 后面说不OK 因为他们不想麻烦 就是给你办Visa 对 我又不能就是直接找 就直接去申请 因为那个公司他也可能觉得 为什么要给他签证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 就是适合适合的人 能力做多 对 对 也是说 钱人很贵 对对公司来说很贵 所以他们可以教育 你选择冲锋 对 所以这个是最难的方法 对 而且我又不是白人 什么 比如说我没有那么的 没有这个特点 干嘛要这个 我是觉得自己本身 对我的专业的话 可能会难一些 因为毕竟我学的是服装设计 然后这个行业呢 饱和度已经是非常高了 那再加上我们有一个签证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 就是有一些公司可能不愿意给我们做这个东西 那你现在也在照顾工作吗 我现在在找然后刚好因为我的对象是中国人 所以现在目前还可以先暂时再见 待一会儿 我的朋友都非常喜欢中国 在中国生活也挺开心 但是他们都没有信心在中国可以定居下来 除了签证的问题还有工作太难找 买房租房太贵了 我做up助之前也在中国找过工作 所以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中国的经历 我发现虽然我听说在中国工作机会很多 经济很活力 但是呢 这工作真的是太内奸了 大部分工作需要两年或者三年的工作 经验 你刚毕业应该没有这个经验 对吗 还有工作只要35岁以下的人 然后最后发现我是最惨的了 为什么 因为我想找一个国体贸易的工作 因为我的专业是中国学 所以我的中文比半百国人好得多 但是基本上没有公司会考虑我 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才太多了吧 以前我们开发修说 如果你想在中国拿到中国国际 你先需要拿到Noble Prize 现在发现确实是这样子 如果你在中国想要工作 你也最好拿Noble Prize吧 中国一般的岗位也很轻松 能找到一个能力比较mage的人 不像欧洲可能是如果Denmark 要找一个分析师 他需要去波兰招工 但是中国人能力不比我差 中文比我更好 而且跟同事交流也更容易 还比我更加愿意加班 第二个原因是外国人需要办工作签证 工作签证是非常难办下来了 所以很多公司就决定不找外国员工 所以到最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就是外交和摩托 所以只有这两种工作 倾向外国人 虽然我很容易能找到外交的工作 收入也挺不错 但是我不想去做外交 因为我不是英语母国家的人 一般这种学校要求你加装 你是英国人或者美国人 I am Richard from England European General Agent of the Ginger Boss 而摩托工作也挺多 但是也有很多不是很珍贵的模特 你就懂是那种模特 就是如果你想到什么模特公司 愿意给我五万一个月的收入 所以还是有很多wide monkey的模特 就是那种酒去商场或者酒吧 吸引中国人购买的 或者在club穿着兔子衣服送给别人生日蛋糕的模特 听说在酒吧这种模特一个晚上 可以收入拿到一千块钱左右 我确实也考虑过 因为这种工作并不违反法律和道德 而且收入也挺高 也是只有一点点无聊和丢面子 所以经过我的考虑我就决定了 他们不想要我了 开玩笑啊 我还是觉得这种工作太丢面子 我就不想做这种工作 所以我发现这就是很多外国人的空情 大部分外国人在中国只有 外交和模特这两个选择 要找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并不难 难的是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大部分外国人想发想我这样子宁可收入低下 但是想要一份和自己专业有关 大平的外国人 我真的是有太多的建议可以分享 但是我现在刚说到了找工作这个方面 就聊了这么多 但是除了工作还有卖房子 结婚 社交旅游 很多话题我还没说 我还想再多记录我自己和其他 在中国大平的外国人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种题目的话 只要点赞超过一万 我就再做几个视频分享一下 我们在中国的生活 OK 拜拜